看的话 他那个要上交了 那个作业 快点 我跟你去那个 捡车 刚才去捡车了 他说我的 那个车牌是规矩 然后我那个螺丝是规逼 这样的不行 肯定不行是吧 是啊 刚才我重新来 这里要换个规矩的 要统一 螺丝跟那个车牌 都要规矩统一 不能有规逼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开车去捡车 然后的话 因为我那个车牌是规矩 然后那个螺丝是规矩 找不到原装 我说那个不是原装 不是不是说原装 他要那个螺丝 要一样 车牌要统一是规矩 然后我刚才重新来 在这里帮他换个螺丝 然后等一下就检测 今天我们今天检测了 准备过完年了是不是 嗯 好好工作努力加油 我也要开车了 各位懂吗 我好好努力工作 你要好好读书 我们各就各位好不好 嗯 一起加油加油 好嘞 现在弄好了 马上开过来剪 终于弄好了 啊以后这种的重新开过来 检测 等他慢开 现在检测了 我们在等了 嗯 等我这边跑一起撞去 一下子忘记拿行驶证 一下子忘记拿驾证 一下子要去换那个螺丝帽 剪一个车太麻烦了 是不是 嗯 以后记得了 以后记得了 现在剪 现在剪这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好多年以后再剪了 以后大家记得 一定车牌号跟那个螺丝帽 一定要统一一个群号 哦 行驶证一定要换好车里面 这个必须的 像姐妹我这样子跑了跑去 跑了三转 现在在等那些人等 等剪 剪车是吧 嗯 回去都可以吃饭 嗯 我们回去都可以吃饭了 那一行等待 等一下就好了 剪一个车也有点麻烦 只是要耐心等一下 我们去剪车回来 电梯坏了 然后我们出来吃东西 随便在外面吃 在外面吃一碗粉 刚刚粉煮好 电梯又锁好了 吃完回去了 这个是牛肉粉 很好吃在我们楼下的 牛肉 可惜了 发烧不能吃辣椒 嗯 发烧不能吃辣椒懂吗 然后我们吃完就回去了 今天的车子剪好了 今天的车子剪好了 现在我们刚穿粉回来 今天的车子去剪车 剪好了 然后我的行驶证 过年的时候可能是把它当垃圾扔掉了 在那个袋子里面是吧 嗯 应该是 我又要去补办那个行驶证 然后才找那个 然后才可以把车 嗯 才可以去把这个车子的那个票打出来 证明 证明打出来真的很麻烦 我过年的时候清垃圾的时候 可能那个行驶证在那个包包 那个包包有点旧了 我就把它扔掉了 然后没注意看 没注意看 没翻 没有翻看里面有没有行驶证 嗯 明天继续去办 没事 明天早上去 把那个行驶证补完之后 直接去那个监车 那你去把那个拿回来都OK了 嗯 好的 没事